台中北屯 在洲际棒球场附近 新开的Oh My God Cafe Bistro 主要是贩售早午餐系列 甜点和咖啡饮品 白色的建议 搭配着室外露天座位区 营业时间很长 从早午餐到晚上的餐酒馆 是复合式经营的方式 在崇德石酒路和洲际一街街口 就能见到这美丽的建筑 颇有欧式风格的感觉 用餐时间限制 120分钟 露天户外区也一直很受欢迎 光线也相当好 很适合拍照 门口置了许多绿意 还有仙人掌植栽 室内座位区不多 左边也有座位 但右边的窗户较大 会比较明亮些 不管是室内区或是户外区 都是需要先进店内 找工作人员安排座位 餐厅规定 每人递销150元 用餐时间 120分钟 自住点餐 无收服务费 冰柜内放置的 就是当天供应的甜点 奥式西瓜蛋糕 非常热门 Oh My God Cafe East Pro有早午餐 三明治 饮料 咖啡和沙拉 看起来都蛮不错的 汉堡说是 牛排肉给的相当多 微微的芥末香气 面包也烤得很酥脆 西西里柠檬 有着咖啡的香气 又有柠檬果香的香气 酸香的滋味很提神 澳洲雪梨的 Flat Star Pastry 以西瓜蛋糕文明 在台湾竟然也可以吃得到 想吃真的 要快点点餐 才能吃到 很热门的品项 上方有奶油起司的香气 混合着白葡萄和西瓜水果的香气 甜度也蛮高的 口感很特别 还蛮好吃的 香蕉蛋糕 有附上新鲜香蕉 再放上焦糖制烧过 蛋糕的口感 就像放蛋糕的口感一样香 Oh My God Cafe Bistro餐点 都蛮不错的 都有一定水准 很适合看棒球或是演唱会前 来填饱肚子 台中人气咖啡馆 城镇咖啡 这次推出的法福纳生巧克力双麒麟 有够厉害 城镇咖啡 就在台中审计新村的最外围 店面最大那间就是了 法福纳生巧克力双麒麟 只有城镇咖啡 台中审计店独家贩售 一只120元 双麒麟还蛮大一只的 口感非常绵密 一入口就能感受到浓郁的巧克力香气 带微微苦甜 整只吃完也不会让人觉得腻口 真的超级好吃 就连底下的甜筒也非常酥脆 整只吃完还想让人再来一只 Crox Coffee HQ是Crox Coffee系列的第三家了 甜点和饮品都很有水准 店家位于北区践行路上 咖啡馆本身就有一个停车场 不过大概只能停放三至四辆车 环境满特别是 一栋透天明宅的设计 有点像是住在豪宅的朋友家做客的 一走进来才发现 里面的环境好有复古氛围 有一种张曼玉电影花样年华的感觉 吧台前也有用餐区 如果是一个人来的话 也不怕觉得尴尬 最后方就是烘豆区 Crox Coffee HQ的豆子是自家烘的 除了菜单上的甜点和饮料之外 吧台上的小力排也有明金日甜点 另外除了咖啡甜点之外 还有提供咸食 猪肉饭 咖哩饭和麻婆豆腐饭 感觉都很好吃 提拉米苏120元 口感还不错 马斯卡彭吉斯 吃起来很滑顺 有点苦甜苦甜 带有奶香以及咖啡香 备茶芒果200元 以备茶口味蛋糕为基底 搭配新鲜的芒果 蛋糕体本身蓬松绵密 芒果也很鲜甜 奶油也清爽 可利路90元 点了桂花口味的 觉得吃起来比较中规中矩 草莓冰棒拿铁180元 这款是季节限定 底层有草莓酱 上面还加了冰棒 原样网180元 茶与咖啡的混合 喝起来相当顺口不甜腻 茶香咖啡香取得平衡 可爱的松石犬 一开始以为是客人带来的狗 后来才知道是店狗 如果以这三间Crops Coffee系列来说 这里的环境是比较特别的 而且甜点的选择性也丰富许多 整体感受很不错 英拉苏是台中首尔饭桌的新品牌 老板和板娘都是韩国人 主要提供韩式汤锅为主 英拉苏位于台中北区微道路的巷龙里 这里离崇德路很近 附近不好停车 建议可以把车子停在崇德路或是周边停车场 一楼只有六张座位区 正式营运之后才会开放 二楼用餐区目前不接受预约 想吃的话建议可以早一点来 每份套餐都有附白饭和三种三小菜 这天的小菜是鱼板 泡菜和豆芽 还是豆腐锅的料还蛮多的 汤头喝起来也很浓郁 这种重口味的餐点搭配白饭很适合猪肉汤饭 除了三种小菜之外 还附了一小碟虾酱 锅边有辣椒酱 可以依自己口味调整辣度 汤头喝起来很清爽 里面就是猪肉片 韭菜或面馅猪肉片的份量给的蛮多的 面馅其实也不少 可以先喝原味再适量的加入辣椒 整体喝起来很温润 可以把白饭放进汤锅里 和汤拌着一起吃 韩式菜包猪肉 在台湾的韩式餐厅也比较少吃到 五花肉还附了拌面 泡菜和虾酱 可以先试试单吃 软软QQ的 肥而不腻 另外也可以携着泡菜一起吃 多了不同的风味 当然也可以用生菜叶包着五花肉和拌面 一起吃 多了蔬菜的清香 口感也更加丰富 海鲜煎饼 它的外皮比较薄 吃起来酥酥脆脆 里面有虾子 罗普斯和青葱 一咬下 充满焦香 很好吃 滔石管小龙汤包 位在台中北屯 新安路一段 距离台中太原车站也不远 内容座位区不算大 座位数有限 店里依旧不少客人 生意超级好 滔石管小龙汤包90元 汤包 饺子都是手工献包献增 等待时间约10至15分钟 龙汤包一龙是6颗 颗数比一般汤包再少一点 一般都是7-8颗 但汤包的size真的比一般汤包还要大颗 汤包加起来沉甸甸的 感觉用料很实在 咬一口里头可是会大爆汁 汤汁真的有够多 而且超鲜甜 里头肉馅扎实不是松散的 吃起来相当鲜甜没有猪腥味 如果吃辣的朋友 可以加他们家的特赤辣椒 手工水饺80元 滔石管小龙汤包不止汤包大颗 水饺也很大颗 也是店家手工包制 特别的是这里的水饺不是用水煮的 而是用蒸笼蒸 这样应该要叫蒸饺才对 手工水饺外皮一样很Q弹 里头除了爽脆高丽菜 还有韭菜 搭配猪肉馅 口感非常扎实 牛肉汤150元 怕吃不完改点牛肉香 用汤食一捞里头满满多饰料 有超大块的牛筋 还有软嫩的牛腱肉 不管是牛筋还是牛腱肉都超好吃 红烧汤头也好喝 喝起来不会过咸 尾缘带点微辣 牛肚面60元加面疙瘩10元 牛肚多到看不见底下的面体 还有搭配爽脆的小白菜 套食管小龙汤包的面疙瘩 是长方形的还蛮特别的 丢进十足 嚼起来有迷人面香味 子轿河 我活着 子轿沾 我活着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